28票反对、8票赞成 持续了近一年的政改争议 与周四中午尘埃落定 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政改方案被否决 投下反对票的包括27名泛民议员 以及医学界代表梁家柳 这一结果外界早有预料 政司司长林真月娥在周四的总结发言时说 任何无视限制要求的讨论 都是难有寸进、一事无成 无法预知香港的民主发展 什么时候可以重新上路 但要保持对香港的信念和盼望 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共民党党会梁家姐表示 泛民议员用神圣的一票否决贾普选 拒绝戴主仙 否决是帮港人向中央发出清楚信息 香港人未忘初衷 要真选择和真普选 今天不是民主运动的终结 而是民主运动新一波开展的日子 选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则在得知结果后止 否决政改是一两之内 不应该沾沾自喜 他们真正争取的是公民提名 以及废除功能阻别 而非纯粹否决政改 黄之锋又表示 现阶段未能评估表决对日后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的影响 但相信泛民应转手为攻 而在表决前 建制派议员林建峰提出修会15分钟的要求 遭到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拒绝 至表决进入尾声时 大部分建制派议员突然集体离场 最终只有五名自由党议员 公联会程晚贤 工业界代表林大辉 以及保险界议员陈建波投下了赞成票 离场的建制派议员其后解释称 此举是为了等候金明莲议员刘鹏发返回会议厅投票 外界则有分析认为 建制派原本希望以集体离场的方式 令人数少于法定要求而无法表决 结果闹出了乌龙 不过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 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招辣招 将方案未能通过的全部责任 完全压在了泛民身上 那当然这招很毒嘛 因为反正都过不了的 如果你是用42票28票这种状态 你表面上还是监制派是多数吧 只因为基本法的规定 没达到三分之二 绝对多数数也没通过 也就是说你就不能把这个 一案不通过的责任 赖给民主派的不明显的嘛 你现在8票就28票 它很明显的民主派的标数 是比那个监制派多数20票差 对于这一表决结果 连续两天在立法会示威区外 聚集的支持者及反对者 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反对者们高收发呼 民政副召集人杨正贤向本台表示 当晚集会将照常进行 短期内不会再有抗争行动 但会制定下一步的争取计划 指使者们则高叫票债票偿的口号 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召集人周荣称 香港的民主夭折了 并带领集会人士默默一分钟 不过周荣同时呼吁支持者不要悲伤 即使支持政改的人输了一场仗 但泛民会输一场战争 香港特首梁振英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 28位立法会议员否决政改方案 令500万香港和资格选民 无法于下次特首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反对政改方案的人 煞停香港的民主进程 这个结果令他本人 特区政府以及市民极度失望 梁振英又说 42名建制派议员是毫不动摇 亦毫不含糊地支持政改方案 他们在立法会议事厅内外的 坚定不移态度值得肯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杨帆的采访报道